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现在复婚没多久 又要跟我提离婚 我俩结婚就是裸婚 他一次次的让我失望 我一次次给他机会 可是他现在真的让我看不到希望了 他总说我没用 从来不给我一些鼓励 难道我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我也想好好过日子 但是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也是恨铁不成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张先生三十岁来自天津戴业 王女士二十八岁来自河南采尔施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有几年啊 三年多了 有孩子吗 有了 孩子多大呀 两岁了 但是好像这个小片里说 曾经离过一次婚 是吧 离过一次 但是其中提的不止一次了 等于离过一次婚 又复婚了 是的 现在又想离婚 是的 谁想离婚啊 我想离婚 这个第一次因为什么离的婚呢 就还不是因为他不争气啊 这个当初啊 也是我的一个失误吧 也算是 我们俩第一次发生那事的时候 他刚怀孕 那边我是做快餐的 刚结完婚 手里也没什么积蓄了 他打算就是说 让我做一些啊 挣钱的 让家庭生活好一些 我呢就打算跟朋友合伙 开一个大一点饭店 但是我就没想到 都已经是弄得差不多了 到最后朋友那边出了好多事 然后现在就是弄得我们 现在饭店也没法干了 无奈之下 只能是把这饭店转让了 转让完之后 也是剩了三四万块钱 那还不怪你啊 而你自己也没有看好 对不对 前期你也知道 我不是看不好 我前期做了多少功课了 我相信这事你要聊起来很长很长 概括起来就是 总之是他投资创建失败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会觉得说是因为 他的眼光不好 我觉得他特别没用 对 这个失败不是经常的事吗 做买卖大概 说一下就挣的 好像很少 那他后来天天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我说他两句 他就受不了了 你说你天天这样说我 是我投资失败了 但是我出发点是好的 当初还是你说 想要我给你们俩一个更好生活 我才会去想办法了 假如说我当时还继续干快餐的话 我也许不会是吃这个样子 对吗 那你结果呢 后来我就说你两句 你就天天唯觅不振的 那我看着更来气了 那我就可不跟你离婚呗 您的意思说并不是单纯的 因为他投资失败 您跟他离得婚 对 而是因为他那一段时间的状态 特别地消沉 所以离得婚 是这意思吗 对 同意了 当然是 我本身是不同意的 那次是喝完酒 喝完酒之后 我把手机就关机了 我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 就跟朋友去网吧上网了 转天呢 回到家想睡一觉之后 再跟他解释的 但是没想到呢 就这个期间 他连觉也不让我睡 一直在这骂我 我在家里等了你一宿啊 联系也联系不上 然后你早晨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一宿都没睡 那你一句话都没有 你就睡觉呀 我想跟你解释的 但是我想是吗 等咱俩冷静一下 再把这事说清楚不好吗 冷静啥呀 能冷静吗 当时我们俩就这样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面同意是当时情绪的一个堆积 当时就没离城 到了民政局之后呢 要他需要是上午拍一次队 登完季之后 咱们就不说这个过程了 那什么时候又离城了呢 这个期间 我们俩去民政局 这就是说第二次还有了 你还好意思说第二次 我从微信上找人 给孩子买的枕头 被子什么的 他出去玩 我说那个 你顺道那个给我烧回来 跟他交代了好一遍 然后他就给我弄丢了 知道吗 哎呦我可生气了 然后我俩就吵架了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 你说一个孩子的枕头被子 你说谁会去拿这些东西 你每次都这样知道吗 你每次都你以为 后来去民政局离城没离城啊 这次也没离城 就还有一次就是 又去了 对 三进宫啊 来来来 然后我去朋友家吃饭 然后我俩走的时候 就因为一点事 我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给我扔到马路上 他就自己走了知道吗 那你说马路上这么多人 而且我们从小区出来 他在这儿大吼大叫 就是你这么没用啊 你这么什么的 就一直在这儿说 那我一开始 我也不是就是特别那样羞女 对吗 我一开始我就不高兴了 我就想让你哄哄我 但是你从来你都是这样 每次咱俩吵架 你从来都不哄我对吗 那我后来吵 我还是想让你哄我呀 但是你还是不哄我呀 你说在外边 咱俩闹来闹去 让别人不看笑话吗 那你就给我扔马路上了 我们家住25楼 我自己爬上去的 这电梯呢 电梯因为得刷卡 我没带钥匙 爬楼上去他还不开门 为啥不开门 因为从家那外边回来之后 我认为他是有钥匙 因为我给他放钥匙了 当时就是在你的兜里 只不过你没找而已 反正不就因为 这个就离了是吧 离婚当时这个孩子跟了谁呀 跟我 然后什么时候付的婚啊 我们俩就是 虽然是离婚了 但是没有离家 他没离家 对 因为回来后想了一下 他毕竟带了一个孩子 而且当时是弗鲁西嘛 也是河南的家带 我不可能让他 自己一个人去河南 然后当时呢 就是说在家里头 让他先住着 然后咱俩啊 生活上就是 毕竟彼此这么长时间了 可能也或多或少 都无所谓了 然后后来我说 哪怕你先住着 然后后来到时候呢 就是过了有这么一阵吧 也没用多长时间 然后我们俩为了孩子也好 是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也好 就再把婚子付了 现在又要离婚了 复婚多久 从复婚到现在有多久啊 快一年吧 是谁想离 因为中间他干 投资失败之后 就一蹶不振的 我就看他 我也指不上他 我就让他在家看孩子 我就上班去了 然后就有一次 我都不知道这事 我就见到了姐姐 然后他告诉我 谁的姐姐 他的姐姐 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 就是他问他借钱了 我都不知道这事 借了有两次 一次借了三千 一次借两千 我都不知道这事 他就问我说 他也没还 这是怎么回事啊 当时我也跟你解释了 我是为了帮朋友吗 你都得知我 你还帮朋友 那你跟我商量了吗 你跟我说都不说 那我跟你说的时候 这事有用吗 你有什么事 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你说这事 我要跟你说的话 你肯定不会同意 当时朋友也是真有不能 反正这日子 就没法过了是吧 觉得 对 没法过了 我听编导说 你们经常争吵啊 昨天也因为 一点小事吵得 可能今天差点节目 都不能来录 是吗 对 什么事啊 方便透露一下吗 还记得起是什么 我这个人可能是在家 带孩子带的 就是有点洁癖 然后桌上呢 我看有水果 然后他就是那个 就给食上了 就是他可能 我认为是烂的 就是坏的水果 我还吃呢 我还正吃着呢 我就去了他 那个出去一趟 他回来都给我扔了 然后后来我 他从来 他就是这样 就干什么事 从来都不问我知道吗 我大半夜 我跑出很远 然后才给他买到这个水果 当时已经12点多了 你想我给买到这个水果 昨天他看到这个水果的时候 大发脾气 行 我问问啊 是真想离婚啊 还是跟以前一样 说着玩玩的 你说跟他这样的人 怎么过呀 他是哪样的人 又没用是吧 然后只往我就算了 自己还天天的 主意特别的多 然后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有什么事 所谓的没用 就是不能挣钱呗 对啊 然后还脾气不好是吧 对啊 你想过吗 我心里肯定是想啊 为这个家也好 为了孩子也好 因为毕竟在一起很多年了 行 我问问啊 我问问您 从投资失败到现在 有多长时间了 有这么大概 两年多 三年差不多 干嘛不干点什么呀 以前不是做快餐的 接着做不得了吗 是啊 我打算做的 但是呢 他现在对我就是 您刚才也听见了 他对我就是 他干啥都干不成 他就是认为我什么也不行了 你本来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懒得说的 小片里面也说了一句话 你们是裸婚对不对 对 当初看中了他什么呀 眼瞎呗 这是气话啊 现在眼睛还瞎吗 现在就是看透了 看透了 对 那说说当初眼瞎的时候 就瞎子摸像的时候 摸的是哪一部分啊 那可能当时看完就是 那阵开穿三 然后干得也 他还看着还算上镜吗 长得也还行吗 现在这都没有了 人不是还这样吗 看烦了已经 是看烦了 他现在太 反正就是怎么看了 那你说说 你的离婚打算吧 我想的是离婚之后 反正孩子到时候想办法呗 到时候就让他爸带 要么就想办法 叫我妈带呗 想办法 交给老人是吧 对 然后你还跟他一个屋檐住吗 我就上班了 我天天我也不跟他住了 我怎么觉得 你这离婚也没想得特别清楚啊 反正 行 我接着问啊 憋屈不 肯定憋屈 你当初娶她是因为什么呀 当时啊 我们俩在朋友 就是也是算撮合吧 在一起认识 就是你 感觉他这个人啊 就是特别踏实 特别是那种适合结婚的 他现在还适合吗 现在也是 适合你怎么跟人离了婚呢 当时就是一时提不过 其实心里还是不像 你说你其实一直心里难受 是因为他说你没用对吧 对 为啥不做点啥呢 我现在主要就是没有本钱吧 这个开快餐当要多少本钱 小一点 两三万也许就够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不是问你姐姐 前后还借了五千块钱 借给朋友吗 是啊 借钱啊 真想干 你真想用钱的时候 我看你也没通过他呀 我现在不考虑到了吗 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也是跟他商量一下 想过吗 想过 真想过 真想过 那你说说你们这个离婚 到底是因为什么 他现在对我就一点鼓励没有 我想是什么 让他真正看到我 我真的可以 不是你干不就得了吗 你让人鼓励你干嘛 说吧 他也不支持我干啊 为什么 对我不相信了 还想过 是心里话 过不下去 是一个现实 过不下去既有情绪上的 又有现实里的 其实他们这段婚姻 在现在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还挺典型的 工作上的不顺心 家庭生活的压力大 情绪不知道怎么控制 面对生活没有方向 好像不谈这些 所谓的柴米油盐 或其他事的时候 还能过得挺好 一接触到实际的时候 怎么对方就那么地不堪 你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们做分析 我们一起进入 修比特文卷 女方 小王呢 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对丈夫 最多的就是 埋怨 责备 看不起 然后自己呢 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老女士你觉得 投资这件事 投了钱 我一定能保证 我能赚到钱 不是 不是吧 所以你也承认 如果这个钱 是你投出去的 也有可能是有风险的 就算这个店 他们最后做成了 也面临生意失败的可能性 和风险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一味地指责怪自己的丈夫呢 老子说 大道之行不择于人 就是我们在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是第一时间去想到责备身边的这个人 我们如果发生问题 第一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解决它 把情绪放在第二位 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 那也许你们不会是今天这样 如果我们一味地只是想到 发泄情绪 不去面对问题的话 你就会把你身边的这个人 越推越远 你越责备他 他越来越会觉得 那我就这样了 反正我在你心中 你就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他已经开始默认这件事了 他就越会对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我们承认 嫌弃对方这件事 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你在嫌弃对方的时候 如果看不到对方的好 把嫌弃放大了 那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一句眼瞎了一定是气话 静下心来看一看 对方身上有什么 是你们当初爱上那个理由 如果眼里只有嫌弃 没有爱 没有好的话 那你们还不如就干脆就离开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承认面对 面对自己的不足 面对对方的不足 但是我们一定能看得见 对方的好就可以了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来 许总 离婚不离家 本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的发展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真是控制不住自己 想想原因是什么 不外乎两点 第一点 你对对方的期望太高了 但对方呢 对方感受是非常不好 他会越被你说越不敢去做 甚至于很紧张 第二点的本质是什么呢 你觉得他就是你最至亲的人 我说什么都无所谓 反正你也离不开我 对不对 所以你不够尊重对方 比如说你借钱 你不经过对方的 自己的另一半的这种 让他知晓 就是不尊重啊 你也一样 不够尊重对方所有的这种细节 你只想说你要来哄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投资失败对于男人的打击呢 降低对对方的期望 同时也降低对自己的期望 你能做什么 打工不需要投钱 为什么一定要做生意呢 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的 找一份工作去做 自己积攒资金之后 再去说投资的事情 对不对 降低对对方对自己的期望 同时去想 即使他是我的妻子 即使他是我的孩子 我也要尊重他 因为你的鼓励 你的尊重 会给对方带来自信 说到情绪管理 这是真是一辈子的学问 两个人一定要互相 以爱为前提下 互相的包容支持 练习这项技能 你的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来 姚老师 我们就看看人字这个结构 真的是一片一纳 相互支撑 尤其你们成为一个家庭 缺了谁都不行 而你看看你们这三年的生活 这一片一纳 全自己戳在那儿 谁比谁活的都毒 虽然日子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我们不能把日子 明明是两口子过日子 带着孩子 偏偏过成了一个人那么毒 刚才徐总说 你们是因为深爱 所以管理不好情绪 我倒是觉得 你们现在根本就无暇 去考虑你们之间的爱 天天柴米油盐的都烦死了 但回头想想 你们这个家庭 离得了谁啊 当年男人创业 女人持家 大家都有一个笨头 不可意料的是生意失败了 但如果我们回头一看 女人扛起家庭责任说 行 你一致消沉 我出去赚钱 你把孩子带好 多和谐的一家人啊 互相支撑 是不是 可是你们偏偏 把那些最不好的 拿到台面上去互相指责 好好的日子过成这样 才三年啊 人生的风浪还多着呢 明明你们现在 真的是克服得重重难关 走到现在有了孩子 却生生让你们过成了 这样一个反复想要离婚 甚至真的去领了 那个离婚证的状态 其实都知道 谁也离不开谁 为什么不去看看 对方的好 女士当你出去打工的时候 你知道只有这个男人 你的孩子跟着他 最放心 男士你也应该知道 当你一直消沉的时候 这个女人扛起来 说我去赚钱养这个家啊 你还有什么理由说 发那么大的脾气 所以我希望你们 能够静下心来去体会 这个家的不易 这个家需要的相互支撑 而不是再去抱怨 生活种种的不如意 男士你恢复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要工作 还是要赚钱 女方也要回到家庭 去更多地照顾孩子 希望你们能够度过难关 携手向前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杜老师 谈恋爱的时候 是跟一个人的优点 在谈恋爱 但结婚的时候 是跟一个人的缺点 在过日子 当你已经清晰地 看清楚一个人 他的长处和短处 在哪的时候 我们首先 是要抑制住 自己对对方的奢望 其次就是 不要老是拿别人的短处 来对他 你明明看清楚了 这个男人就是心肠好 朴实 这是他的优点 对吧 你也知道 经历了一次创业失败之后 你知道他挣不了什么钱 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帮助他扬长弊短 要鼓励他的善良和朴实 不要老是把他不能挣钱 这事挂在嘴边上 说你无能 你跟一个一个月 只能挣三千块钱的人 一天到晚跟他说 你为什么挣不了一万 你为什么挣不了两万 你不是找不痛快吗 他难道在你这种辱骂之下 他能变成比尔盖茨吗 他就这个能力 那我们就要帮助他 体现自己的价值 扬长弊短 这是一个妻子的责任 你说呢 指责一个人太容易了 而对于男生来说 你也看清楚了这个女人 他就是脾气不好 但她的心是一直在于这 无论是在裸婚时候的不注重物质 还是虽然天天指责你无能 该挣钱养家挣钱养家 她是做也做了 不老好 你也认清楚了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那为什么在她发泄情绪的时候 你就不能嘴软一点 你也知道她是无心的 对吧 你也应该帮助她扬长弊短 其实 夫妻之间第一要做到不强求 不强求对方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其次就是要帮助对方扬长弊短 感受到自己在婚姻当中的价值 那些在婚姻生活当中一天到晚 骂对方是个蠢才 结果就越骂越蠢 自己也开始变得蠢了 尤其是不要在外人面前老说自己的账户无能 其实结婚表面上是找一个人来 其实是通过找一个人来看清自己的不足 你要是真的找到一个特别能挣钱的男人 他有这样的长处 那你拿你的什么长处去补别人的短处呢 好吧 以己之常补对方的短 这才是夫妻的相处之道 就这样吧 好 谢谢胡老师 有没有爱你们自己品 只想问一点 你们俩吵了那么多次嫁 离了那么多次婚 有人主动地在吵架之后反省过自己吗 说我是不对的 那我觉得我每次吵架还是因为他 你呢 我还想过 我要是 还要是能真的 哪怕就是对我稍微好一点 你看 其实我每次提离婚我都是 也不是真的想离婚 我就想威胁他 想让他来哄我吧 所以就回到那个问题 在一段关系当中 从来没有人认为自己错过 或者反省过自己 这大概就危险了 想想是不是 老婆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我知道 你对我要求也不高 我并没有给过你什么 但是我真的 就是从我内心来讲的话 我真的想给你和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也希望 你可以在当然这段感情和孩子身上 你多考虑一些 我对你其实 我就希望你以后做什么事 能多跟我商量商量 能多听听我的意见 就不要总是自己自作主张的 就不要总是自己自作主张的 我们始终在一起 以后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以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我多爱你 嗯 即将继续的翻译 妻子给丈夫放的是什么呀 那是她曾经生病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天天给她擦药 我想让她知道 我也有对她好的时候 你放的是我看是一套证件是吧 结婚症和离婚症嘛 为啥呀 我想告诉她 咱俩已经离婚了也结婚了 这么多次了 以后还是别再去了 到这时候还跟人讲道理呢啊 来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吧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她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 老婆 以后我都听你的 以后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肯定会努力达到的 请你相信我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希望你 你说的都能做到 没有谁能取代 你在我心上 有一个专属天使 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欲望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睡 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加油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请回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卷主天使 为我能够战 没有谁能够战 那些人都是因为 丈夫工作上面出现了失忆 或者说妻子的这个脾气不好 但是他们的这个家庭 确实现象太典型了 尤其是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很多男生都爱说这个话 你要求我做的我一定做到 然后女生就特别高兴地说 那可太好了 我看你的行动吧 你们来看 在这个背后说的是什么 说的其实还是一种 愿望性的情绪 当别人在说愿望性情绪的时候 是你想听到的 你会特别的高兴 但如果是你不想听到的 你一定会爆发 这就是为什么 曲总刚才在自我反省 还是要注意情绪管理 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挺合适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父母就是不喜欢我 问题根本不在我的爸妈身上 而是他太患都患失了 说好一起留在重庆的 现在他又后悔了 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处理好 可他总是要拆货进来 我觉得他就是捣乱 他要是真的自己回山东了 我们俩真的可能就没戏了 我能不着急吗 他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唐23岁来自重庆私营业主 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山东 波音老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其实看得挺糊涂的 什么个情况 他的父母就是不太同意我们 他觉得我们俩是异地 他是青岛的 我是重庆的 就觉得我们以后没有未来 那现在你在哪工作 我现在是在重庆 准备从重庆回青岛了 对 我是独生女 我应该之后在他们身边生活的 所以他们觉得 还是我应该回山东去发展 你做什么的兄弟 我做游戏工作室 去青岛呗 他父母还是不太同意吧 父母不同意 你们俩慢慢处 迟早有天会同意的 我可能不太相信他吧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说 是他现在说的话 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 还是在重庆的 那他工作到青岛稳定 也是要有一段时间的 这一年之内 不知道会发生多少事情 最后的结果 谁也说不准 我的天哪 不是还没发生吗 你们就想要发生事了 你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啊 他真的就是每时每刻 都要再黏我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在外面和朋友 一起吃饭也好 我在外面工作也好 他就会不停地发短信给我 问我跟谁在一起啊 男生还是女生 喝酒了没有 那不是我关心你吗 我想要在意你呗 我才想要知道你在哪里 但是我也是需要 私人空间的好吗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 我们大二的时候 我在操场跑步 他当时看到我了 之后我们要去取快递的时候 他又看到我了 问我要微信 当时我就同意了 我们聊了差不多 一个周左右就在一起了 一周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不是挺好吗 现在毕业了吗 现在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 你不也选择留在了重庆了吗 对 过段时间要回山东了 对 怎么就牵扯 你们俩这么谈得好好 怎么又牵扯到你父母了呢 因为他是把我 就是介绍给他的父母 然后他的父母 就是知道我 就是我是他女朋友 然后他其实也希望 我能够把他告诉我的父母 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嘛 就和我的家里人说了他的存在 我爸妈说 他肯定不会跟你回到山东 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 就是两方犹豫吧 就是像听父母的话 我有想跟他分手 不是你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 你父母让你跟他分手吗 爸妈听到他是重庆的 他就不会去同意 就是我跟一个异地的男生去谈恋爱 我就觉得那父母问题 只是他们的问题 我们就谈我们自己的是吧 你跟他有别的事吧 有 所以不要动不动谈恋爱 一碰到问题就 我爸妈不同意 我闺蜜说你不好 肯定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说吧 说实话吧 什么事 就他朋友帮助他找工作嘛 是吧 然后我说我要帮他生活上一些帮助 他就不愿意 我特别细 他当时那个朋友啊 还是个男的 就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 就给他找工作 这是个什么朋友 这么好的 没有 他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 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专业 其实我们就一起上课呀 一起下课 然后我平时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 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他会想得这么多 而且我跟他解释过 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 但是你们后来还准备合租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我是你男朋友啊 当时我那段时间 我的那个房子也快到期了嘛 然后他介绍了我一个 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机会很好啊 那我就想那我再重新租一个嘛 就和就是朋友一起 两个人的话经济压力会小很多 但是这个人恰恰是你男朋友 最介意的那个男同学对吧 对 但是最后我也没有和他一起合租啊 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 这小心眼你看看 那时候他们就玩得特别好嘛 经常出去玩 都快毕业了 他还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 还跟他一起找工作 这不是你应该自己反省的吗 为什么女朋友不愿意跟你玩 愿意跟同学玩啊 可能因为我工作室 可能有时候比较忙嘛 就很多时间没有帮到他 行 听明白了 反正已经听得出点端倪了 哎 这小伙子怎么样 人怎么样 你给我描述一下 很幼稚 他幼稚啊 他怎么幼稚呢 就是一到我们吵架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各种朋友圈 就说自己的心情 就和今天重庆的下雨天气一样 这怎么了呢 我真的就无法理解他这种行为 但我不是想让你关心关心我嘛 那你平时也不给我发个信息 发个短信啥的 那我就从其他方面想让你关注 你因为你经常刷朋友圈 那你在乎我就是 平时看我的手机是吗 偶尔看一下吧 他平时就会翻看我的手机嘛 然后他知道我的前任是谁 然后他还经常就是 旁桥侧厅的去问我 你的前任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照片 什么时候分手 为什么分手 然后我觉得他这不是 没事找虐 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生气 然后不跟他说吧 他觉得我又 你藏他一些什么东西 你老问这个呀 他说女朋友 我就想知道他的过去啊 你初恋啊 不是 说你前女友 我 怎么分手的 长得怎么样啊 喜欢吃些什么呀 你们就让他在哪逛啊 说 他也没问我呀 问 这找事嘛 所以你说你小孩 你看 用朋友圈来表达 他不开心的心情 问我前男友的情况 还有什么体现出 他的幼稚呢 姑娘 我觉得他特别黏我 黏的概念是 就是每时每刻 都要告诉他我在干什么 跟谁在一起 男生还是女生 我自己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哎 你你你这么喜欢他 你没跟他回山东 去看看他父母啊 他爸妈一直态度比较坚决吧 你咋知道他爸妈态度坚决呢 上一次那不就 他们俩就吵崩了呗 谁跟谁吵崩了 他跟他爸 就是我们的纪念日嘛 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 因为我爸当时是不同意的 我爸看到然后就很生气 就是你不是说回到重建之后 你要好好工作 就不谈感情嘛 所以说你春节回家的时候 已经答应你父母跟他分手了 是这意思吗 表面上跟父母说我会 但是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希望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 让父母就觉得 他是我可以一个值得依靠 可以走到最后的人 那你到底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 让你父母对这个男生 这么反感呢 我没有跟父母说一些什么 他的一些不好 我父母可能就比较反感 就是这种异地吧 你有没有打算真的跟人回山东 我真的打算跟他回山东 都做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和工作 我都已经把那个工作室 都已经卖了 电脑的都全部 已经打包给人家了 你说他在重新 连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就我怎么把他介绍给我父母 我父母都不会放心 就把我交给他 我觉得只要我有能力是吧 那到哪里都能发展是吧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认错 认错认什么错呀 你错在哪儿了 我们都看出来了 他就是遇到事情就会退缩 就会很怂你知道吗 姑娘 不太这么欺负人的吧 他就是欺负我 我喜欢他呗 你知道啊 我知道啊 喜欢你吗 喜欢他 你喜欢他吗 刚开始可能就一点点 之后他为我做很多事情 我也很感动 就可能慢慢就成一种习惯了吧 是喜欢还是习惯啊 喜欢 人家要给你去山东 带人家去吗 想带啊 那你怎么面对你父母呢 所以我就是想让他就是 有什么压在心里的话你说出来吗 我想让他有足够的实力 站在我父母面前 这实力是指什么呀 就是各方面让我爸妈都放心 比如说在青岛有稳定的工作 一心一意的对我好 他现在对你三心二意吗 没有 没有 就可能有的时候会性格不一样吧 所以其实 听了一圈 你有句话说的特对 就是他就仗着我喜欢他 他欺负我呗 对 你们听听老师们 帮你们做做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们现在 在用现在的这些的快乐 和相处的时光 去透支未来的痛苦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 这件事滑不滑的来 因为现在对很多的 年轻的情侣来说 他们都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会考虑未来很远的问题 未来我们分手要怎么办呢 万一你爸妈不同意 我爸妈不同意 应该怎么办呢 每天两个人就因为 这些未来还没有发生 甚至都不知道 会不会发生的问题 引发到现在的争吵 消耗了现在 本应该快乐的 在一起的时光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分手了 在你们的回忆当中 只剩什么呢 只剩当时我们争吵的是 未来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 所以我一直提倡 谈恋爱 我们就活在当下 你之所以那么没有自信 无非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多一些 他喜欢你少一些 他经常仗着你喜欢他这件事 而肆无忌惮 感情不是说一定是平衡的 但如果你认了 我认了我就是喜欢你多 我就这样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那就可以 但如果你不认你心里是不平衡的 这段感情是一定走不下去的 同样想对女生说的就是 为什么你需要空间 两点嘛 一点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确实没这么喜欢他 他天天黏着我就是烦 也没关系告诉他 但不能藏着掖着 然后自己心里再做盘算 而不让对方知晓 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只是你的幌子和借口而已 所以现在何去何从 我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在一起的一天 就开心一天 之后未来的事情 至于各自的路怎么发展 那交给未来吧 好不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莎大老师 来 曲总 与其说 他现在不具备 站在你父母面前的实力 不如说 你没有在父母面前去坚定地说 我要和他在一起 你所有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来的 犹豫不坚定 都加深了父母说 不要和他在一起 因为他看到了你们之间的问题 每一个父母 都是为自己孩子着想 很自私地为你好 他们是捕捉到你内心的 犹豫和不坚定 你不够那么喜欢的 更谈不上什么爱 一天不见面 打一个电话都觉得烦 在自己有心事的时候 居然第一个想清楚的对象 不是他 你要让我静一静 显然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非常的低 甚至于在某些层面 不如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能在工作方面帮到你 能一些让你看到 未来可能依靠的那对象的影子 不一定是他 但那个形象应该是 所以说他肯定不是 最理想的那个男朋友 所以说既然没有想好 那果断 给对方一个清楚的了结 暂时的了结 就说我们可以分开 你愿意在哪发展 就在哪发展 那是你的事情 男生 如果你愿意追他而去 但并不一定一定要强求 这段关系的继续 既然你为爱做出了说 我现在把现有的工作室都转了 我要去青岛发展 他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他怕辜负你 所幸 这边工作室已经转出去 对不对 你就去青岛去发展 做出一番样子 让他看看 但并不一定说 我是为了你而去青岛的 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不给他看 给自己看 你即使付出了一百分 有可能没有回报 那没关系 你做到自己成熟 你可以去青岛 但是千万不要给这个去青岛 加一个定义 说我是为了你 你可以不把他带到自己的父母面前 你可以在青岛又多了一个朋友 那就是他 需要时间让你考虑清楚 不要着急 好不好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决定 都由自己内心出发 不要做勉强 也不要打任何人的幌子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真的挺喜欢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的 那女生呢 就是从感性上来讲 觉得这个男孩对我特别好 是有一点喜欢他 那男生呢 是炙热的是真诚的 我挺喜欢你们俩 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生 面对情感 面对生活的时候 就是感性和理性 这个天平上在寻找平衡 女生 你这个时候 你的理性站出来告诉自己 我所眷恋的这份小温暖的感情 不足以去承载我对生活的需求 所以你会处处觉得它不对 这是你的理智在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不接受这样一个状态的男朋友 但我想提醒你的是姑娘 一个二十出头刚刚大学毕业的男生 有多成熟啊 真正在这个年龄就很成熟的男孩子 他又有多深的成福 适合你吗 所以你自己要去全合 但有一点我想给你的建议是 当你判断的感情 你不想继续的时候 你反复地拖延 甚至还流泪 刚才似乎有一丝眷恋 其实对它对你都是一种消耗 如果真的想要的爱情和生活 不是这样的 没有错 就大胆地告诉他我们不适合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 来 图老师 女人在说男人幼稚的时候 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一种是面带笑容的疼爱 还有一种是面无表情的嫌弃 但只可惜被说成幼稚的那个男人 往往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 其实从这个故事了解的一开始 知道你哭之前 大概大家都看得清楚 你不喜欢他 但是当你一哭 大家就有点迷惑了 你这到底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 你的眼泪是为他而流吗 是为你们两者之间而流吗 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 是吧 没有 就是我还是想和他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 你的委屈在于 明明没有那么喜欢他 但是他的爱让你感觉非常的压抑 明明父母不喜欢这样的男生的 你也没那么喜欢 但是他对于你的种种诚意 又总是让你想要解决 在父母面前露出他的问题 而且你的流泪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离别 这种离别在于 对于校园的意义不舍 对于曾经在校园里面 有一个天天追逐你的男生 意义不舍 但那个男生是谁不重要 关键是你的不舍是这种追逐 和这种温暖 我简直无法想像 刚才徐伟说 让他去山东找你 好可怕 他要是真来了的话 你会认为我欠你欠的更多了 所以你自己心里掂量吧 固然我们看来你好像欠了他的 但其实是他自愿付出的 你也不必有负担 那你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 你要说出自己真实的心声 而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我内心的压抑 我要有一种所谓的善良 来浪费更多的时间 那才是真正的商人 好吗 就这个 好 谢谢图老师 前两天就专门下了一个这个纪录片 极限攀岩 他其实讲述了一个世界顶尖的一个 攀岩者极限挑战者 后来这里面就讲到了 他跟他现在女朋友的一些这个情感问题 因为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是特别孤独的人 你在镜头上面看 用我们世俗所有的眼光来看 就是他女朋友一味地爱着他 他完全对这个女朋友无感 其中有一个细节 女朋友在量房子 他就默默地站着 他都不知道该干嘛 你们可能觉得我讲这一段 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其实这段话是我说给你听的 世界上面对于爱情 没有精准的定位描述 我爱上了你 一心一意 你浑然不知 只是享受 你甚至于觉得 这是一个什么无聊的人 但这不代表这不是爱情 爱情绝对不是功利的 当一段爱情来临的时候 或者你们认为是爱情的时候 你们就好好地去认真谈你们的恋爱 不要去消耗那些恋爱之外的东西 你好歹留点美好吧 想清楚 说实话 我没有打算嫁给你 我现在只是喜欢你 更多的还是习惯 我不欠你什么 我们俩要发展的前提条件 至少你要来青岛 但是即使你来了青岛 也不意味着我就嫁给你 也不意味着我就会爱上你 这并不冷血 让他去做选择 男生也是一样的 为多爱情放弃点东西 有什么呀 这么年轻 23岁 对吧 你未来这种人生的放弃和选择多了去了 好好恋爱 好好生活 我就觉得吧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以后要找的人 因为我是真的打心眼里崇拜你 很喜欢你 无论你说我幼稚啊 不成熟也好吧 我就觉得 我是真的想让你在乎我 在意到我的一切感受 因为我也觉得这是我大学 到以后最真诚 最真正的一个恋爱 不为别的 就为对你好 你放心 以后我也会跟你回山东的 我也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更有能力 希望你能跟我好好走下去 相信我们 未来的我们 是未知数 时间到 这个记忆箱里大家看到的是物件啊 但是背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问问吧 女生给男生的一本书是吧 因为他一直说话都比较笨嘛 然后觉得也很幼稚 所以我想通过读这本书 让他增加一些内心的一个涵养 知道更多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好 说话的方式也好 这胡适 因为我知道他爸喜欢喝茶嘛 我就想 让他爸妈尽道同意我们 我也会好好地对他好 请回吧两位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小花童有请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尿正啊 打扮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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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时期苦追的细花 想要再去圆梦 努力追人家一次 我特别不明白 她早就被人家拒绝好几次了 怎么还能抱有幻想呢 我能用什么办法 让她立即回心转意 立即回心转意的方法就是 她再被笑话取绝一次 可是这样的回心转意 你还要吗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